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新党青年军成员王炳忠等4人 19日一早被检掉搜索后带走 今22日新党再度召开记者会 出了严重质疑 检方的搜索票上没有法官签名 针对有名嘴爆料新党成立战时管用的内军事训练团队 且王炳忠家人的账户内出现500万新台币 一替共产党发展组织 对此网禀中公开反驳 表示检方在讯问时并没有提到军事组织 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 名嘴州预扣爆料新党有筹备准军事组织 此事是否为真 而律师陈立玲表示 根据侦察部公开原则 若是侦察人员泄露侦察内容 将给附上行政与刑事责任 呼吁北检是谁泄露出来的依法办理 而王炳忠则表示 不知道这种消息是谁说的 我要在司法斗争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检调三生五令一直跟我说 侦察不公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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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我要跟检调说 我不知道消息来源在哪里 这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 另外王炳忠也透露 被检方讯问时 并没有问到与军事组织相关的事情 而针对媒体追问 新党副主席李盛峰情绪激动表示 检方大动作搜索 但讯问时却未问到与军事组织相关的事 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并表示要传出消息的人 尽量说 侦保给你等并表 是稍后 陈丽玲律师会带几位当事人 去控告地检署 另外 李盛峰表示 下周开始 新党将推动直播 有理 有理直播影片 来还原一切真相 接近